Hello,大家好,我是阿金智 今天给大家来做一期Cloudflare访问加速的教程 老规矩,我们先到博博去看一下文章 这里的话是一整个汇总方案了 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来看一下 我今天就不在这里展开来讲这个内容了 因为设计的内容和方案会比较多一点 我写的也是比较详细的 然后后续的话会针对每一个方案去出一个教程 今天的话我们先来讲Cloudflare隧道的访问加速 我们直接去文章看一下 这两天的话研究这个访问加速确实研究了比较多 因为网上造成比较少 然后很多的细节的话也都没描述清楚 另外给的一些信息的话确实有点问题 导致我研究了很多 然后视频出的速度也会比较慢一点 在这里的话希望大家帮我点个关注点赞 支持我一下好吧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想要实现这个访问加速需要做些什么 首先我们 针对Cloudflare隧道 那我们肯定现在基础隧道一定要搭建完成 然后能正常访问对吧 另外的话需要额外的一个加速域名 这个加速域名需要去指向我们的优选域名 然后我们这里可以先来看一下 我这里配置好的 这个就是之前视频里面配置好的一个list的隧道 然后我们可以来访问看一下 一定要确保它能正常访问 访问是正常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到下一步 我们先来测一下它 测一下那个访问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延迟很高 对吧 然后绿的很少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里来 我们跟着教程的步驟一步步来就可以 我们先要去把我们的加速域名添加到我们这个公共主机 让我们这边随便设置一下 这个地址的话可以跟原来的一样 也可以直接指向服务器的IP 我这一省事我就不改了 然后我这里是我的加速域名 这里的域名的话也简单说一下 可以选择二级三级的域名 但是不要选择双向节序的域名 好吧 那我们这里选择一下 把它添加进去 这里直接复制的不行 我们空格一下 再删除一下就OK 这里的话也弄一下 直接选择可能不太行 OK 这已经成功创建了 我们看一下这里OK了 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主页去看一下 这里主要的配置的话也都是在这个加速域名里面 我回到DNS看一下 OK这里就有一条指向我们隧道的一个解析了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配置一个优选域名 然后添加一条记录 这里把名称大家可以自定我这里就配置加速 然后这里的话优选域名现在很多网上提供的我都测试了一下不太行 所以大家可以用我这个 这个我测试过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要把这个代理关掉 我们保存一下 OK 这里的话基本的解析我们就OK了 我们现在要去设置回退源 我跟着教程一步步走 然后我们需要到这个SSL里面 去添加自定义主机名 然后 这个的话因为 因为刚开始你没有 创点过的话会要先去 启用它 然后应该会有一个付款过程 如果之前没有 添加过付款方式的话这里需要去做一个付款方式的添加 因为如果跟着我之前的教程的话应该是添加过的 因为隧道 隧道之前应该也是要添加付款方式的 然后这里我们直接确认就好了 正常的话是免费的 你只要不超出恶定的名额就行了 我们点这里确认付款 OK 我们这里订阅成功了 然后我们就 进入到这个配置页面 然后我们现在都还要先去添加一个回退 这个回退员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添加的 加速域名指向隧道的那个加速域名 我们添加回退员 然后他会成为一个初始化状态我们刷新一下 确保他有效 这里有效之后我们就会去添加主机名了 然后这里的主机名的话就是我们实际需要去访问的一个主机名 我们添加List 我们添加List OK其他保持默认我们添加自定义的 周机名 OK 添加成功之后他会一个代验证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需要去添加 证书记录 我们先 重新打开一个 现在我们要去我们的主域名 刚刚这个好像填压错了 记错我的那个 主域名了 没关系我们等会干一下 要不要回到这个主域名里呢 这主域名也是添加了正常指向的隧道的一个记录 我们先回到这边来改一下 这里不能改那就只能删除了 这里报错了因为他没有解析到这条记录 没关系我们把它删除一下 OK上次我们重新添加一下 可以用他这个 改一下 重新添加 重新添加 然后回到这里 我们先 添加这个证书 验证 添加两条 TXT 接系 直接复制进去 这里可以点击直接点击复制 然后保存 然后再来添加另外一条 然后再添加另外一条 然后再来添加另外一条 然后再来添加另外一条 就是我们添加的时候 我们添加的时候他这边我们还没有解析所以他会有点慢 没事我们刷新等一下看一下 这里等一会儿应该会变过来我们先去设计设计一下主域名指向 优旋域名 回到这里 我们要重新 把这条记录修改一下 我要让他原本指向隧道那条去指向加速 指向那条加速的域名 然后让他去指向优旋 然后让他去指向优旋域名 这的话要把代理关掉 OK 我们再回到这里看一下 还没刷新过来 正说OK 但这个还不行 我去先来看看这个 其实解析已经解析上了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主机名有点问题 看我们这已经绿了很多了 再刷越越刷越绿 我们看到 基本上都绿了 再重新刷一下 OK 慢慢的就是解析 他会把所有的解析出来 因为他会有一个缓存吗 我们再回到这里看一下为什么这个是状态没有更新过来吗 看一下 这个应该没问题 重新把主机验证 做一下 他可能刚开始他没法解析出来 我们把这个重新解析一下 我们把这个重新解析一下 现在应该可以了 等一下 OK 现在就生效了 他应该是第一次他那个单纯用 主机名他没解析出来后来改了一个完整的他就解析解析到了OK那我们现在就完全生效了 我们再来这里刷新看一下 OK OK 现在基本上就是全绿的延迟也很低 我们再来访问一下他 OK 那到这里的话整个加速就完成了 然后最后的话我们还要去设置一下这个 DCV的委派他的话可以自动帮你去续定现有的证书 现有的证书的话 就三个月的有效期吗 然后这里要说明一下 其实跟刚刚的证书是一个问题 其实刚刚的证书在之前的测试中我没有遇到那个问题 所以他会就是这里的一个hostname 我们去输入他一个完整的一个域名地址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只是输入一个前面的名称的话 他可能会解析失败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建议大家直接去输一个完整的我这里来演示一下 我们先来复制他这个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 主域名这里了 这个我们就输入完整的访问 这个我们就输入完整的访问 OK 然后我们再去把这个复制一下 粘贴进去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 复制一下 直接复制 加个点 然后我们这里突然要把代理给关掉 然后保存 OK 这样就设置好了 后续的话他会自动去做一个 证书 虚签 那整个教程的话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后续的话 主要是一个优选域名的问题 这里的话优选域名 大家可以根据我视频教程的去用这个优选域名 目前测试是比较好用的 其他我找了网上推荐的很多都不太好用 大家目前的话可以使用这个 后续的话 如果 收集到比较好的一些 优选域名 我会更新到这个文章里面去 再加一块 因为现在没有比较好的 所以我暂时就没加 后面 有了我再去更新进去吧好吧 OK那到这里教程都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帮忙点点赞点点关注 如果觉得做的不错的话可以帮忙转发一下好吧 OK拜拜